中国北京当地时间28号下午2点03分 落地的这架私人飞机上 乘客就是美国电动车特斯拉公司首席执行官马斯克 他的这一趟北京行既突然又低调 较外界大吃一惊 在前往拜会中国官员的路上 马斯克称赞中国电动车大有进展 马斯克是应中国电动车大有进展 冒促会邀请而来的 这是他时隔11个月后再度来到中国 据知情人士透露 马斯克这一趟访问的目的 是为了讨论在中国推出全自动驾驶软体 同时也要求中国允许资料传送到海外 特斯拉的全自动驾驶软体四年前就推出了 目前还没有进入中国市场 马斯克与中国冒促会会长任洪斌见了面 也拜会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 马斯克指出 特斯拉的上海超级工厂 是特斯拉表现最好的工厂 特斯拉愿意与中国加强合作 李强表示 特斯拉在中国的发展 堪称中美经贸合作成功的范例 中国将为外资提供更有力的营商环境 明示新闻综合报道 这个用来就给大家看看 唐人送到外面 明示新闻的城市